疫情影响观光餐旅业者首当其冲 就连大型的知名新级饭店也不敌疫情的冲击 先是台中的雅治饭店结束营业 礼方爱美酒店决定占款筹备 还有不少高档餐厅纷纷推出外带餐盒 另外有25年历史的台中浮华饭店的江南春 公告营业到5月10号 让忠实老饕们相当压异 不过业者也澄清了 他们原本就预计要升级改版 下半年度推出新品牌的中式餐厅 到时江南春的招牌菜还是吃得到 肥嫩鲜虾在油锅中炸到滋滋作响 瞬间空气中弥漫新鲜海味 除了油爆椒盐斑结虾 还有还有蟹粉豆腐堡 但到底江浙菜怎能少了片皮烤鸭 利落刀法片下油亮脆皮 一块皮一块肉 再加上葱段酱料 最后用薄面皮包覆 刚好可以让人一口咬下 这疫情的关系嘛 所以就是我们做一些外带 让民众比较方便 那我们就是挑选了 就是我们江浙菜的一些精华 明明才推出桌菜外带 却又对外宣布将在5月10号停业 难道又是明天不敌疫情 业者赶紧出面澄清 那也因为疫情这个波段 我们就毅然决然的呢 希望在这个下半年度呢 能够让我们这个新中式餐厅 升华到另外一个层次 在疫情结束的时候 呈现新的样貌 强调两年前就开始规划 中式餐厅要再升级 江南春可是台中第一间江浙菜餐厅 也是首推桌边烤鸭切片服务 已经有25年历史 累计大批死中老饕客 如今提前停业 预计下半年推出新餐厅 除了原有的江浙菜 将在融入粤菜 上海菜呈现更道地的江南菜 这会疫情影响不少餐旅业 等不到客人上门 台中雅致饭店营运13年 受到疫情冲击 在3月9号停业 另外台中理方爱美酒店 原本预计今年第三季营业 却突然在4月宣布暂缓筹备 不仅饭店业苦撑 知名五星级餐厅 也纷纷改变营运模式 推出高档外在餐盒 大家都期盼能在这波疫情中 一方面停损 也再创新的活路 接近中文文字幕志愿者 台中文字幕志愿者 台中文字幕志愿者 在4月中文字幕志愿者 台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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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стран目